安以爱首度与献哥同台曾经绯闻,不料遭指控制帮献哥带狗。 三立都会台综艺大人们日前录制《宗献力家世调评所》节目内容,由献哥担任李长博,亲自为上节目的来宾调解各种事情,只是没想到第一个调解的事件竟与献哥有关,原来是国光女神安以爱不为先前非文的影响, 在事件发生后首度与吴宗献同台上节目,节目开录介绍安以爱出场时,现场还开玩笑唱歌欢迎嫂子来了,令安以爱哭笑不得。 国光女神安以爱因先前被狗仔拍到传出与献哥两人关系匪浅,被问起最近是否有因狗仔关系受到影响,安以爱透露其实还蛮困扰。 最近在家附近还是会遇到他们,不料献哥听完此话,竟说如果真的造成困扰,那我们前翠就直接一不做二不休,下歪众人更让安以爱紧张到大喊说我今天真的是来澄清的啦。 没想到节目上因狗狗事件话题延续不断,安以爱的好友杨晨曦也一捧上节目,并指控安以爱拒绝替他照顾狗,但为何帮线割带冰狗就可以,但杨晨曦心理超不平衡,还亏说安以爱不是养狗达人吗? 安以爱联盟成亲,没有照顾的原因是因为杨晨曦养的事发抖,而且才六个月大,怕说这么小的狗会不好让别人照顾,如果再长大一点就可以,献哥也直说主要真的是因为工作关系才把冰狗托给安以爱照顾。 两人毫不避讳同台,献哥也把冰狗带上节目,再度澄清两人关系真的仅止于狗,且没有私人暧昧之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